海潮公園 嗨 我是玲玲 這次旅遊的第一站我們來到 宜蘭最北的頭城鎮的海潮公園 這邊是 北關海潮公園旁邊的販賣區 這裡有販售昆布 海帶牙 橫天然山紅草 這次可以直接吃的 海燕窩 還有這個 魷魚鱗 有很多魚貨 海燕窩 一瓶四十元 等一下買一瓶來喝喝看 果汁水母 又叫海澤皮 很好吃 好 好 老闆娘 我在錄影 不好意思 你可以介紹一下這個 什麼石花丼的特色嗎 這個是石花丼加檸檬 它吃起來清涼退火 一條一條是什麼檸檬 一條一條是檸檬 檸檬切成條 對 這麼特別嗎 這樣比較好喝嗎 比較有味道 了解 海底燕窩是珊瑚草 那是枸杞嗎 對 珊瑚草煮一煮 枸杞加黑糖 這個 比較透明 比較透明 這是石花丼加檸檬 這是石花菜草 這個咖啡蟹呢 咖啡蟹就是珊瑚草 石花 你說咖啡蟹是這個珊瑚草下去泡的嗎 對啊 泡泡再下去煮 要煮起來就有膠質 這是 沾一個枸杞 這是 蒸的 蒸的 這不能直接吃 要煮過嘛 這珊瑚草一定要煮 海底的炒有最多蒸的 我們下午就這樣很吃 就是我們這個如果買回去 要自己煮是嗎 要泡 泡水泡就泡再煮 對 煮熟嘛 然後這個是煮熟後的 煮過啦 沒有煮不吃了 好 我等一下來跟你拿這個 那個 山茹草草是補鈣補膠質 這兩個 這是養的美容的 這個石花凍是清涼解渴 這是有加糖嗎 一定要有加糖 不甜 一定要加 一定要加 要加糖比較好喝 對 兩個都有加糖 石花凍跟海燕窩 有 那我等一下來買 我逛一下 我帶糖不夠 乾貨是多 乾貨是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海帶 海帶 海石花草 這是在沙灘 小朋友穿的嗎 對 你們可以玩 不是在玩的 您可以貼在冰箱的 那個有磁鐵嗎 對啊 看漂亮 可以給小孩子玩 了解 這是什麼 我們這個是鮭剪片 魚的一種 對 那個 套餅 小點大的 叫套餅 這直接拿下去 可以吃嗎 對 這都套餅 這都烤過直接吃 趕快去吃 好 還有花生 這個圓圓這是什麼 這個是水母 海蛇皮 右邊是水母 水母就是海蛇皮 對 水母就是海蛇皮 這是營業到幾點 營業到下午四五點 剛才經過的地方是販賣區 現在要往一線天去看一下風景 現場有很多小鳥的聲音 鳥聲殘叫聲聲聲入圍 左邊是灰山島 我們這邊在的位置是海潮公園 這邊有很多特別的 這是岩石嗎 這是岩石嗎 小心 小黑文 長得非常特別的 這個地方可以很清楚的 遠望灰山島 沒有名稱 不確定這裡叫什麼名稱 就是一個平台 然後旁邊有一個特別的大樹 然後看過去就可以看到 遠望龜山島的風景 這裡的景觀不錯 可以看到很多岩石 還可以遠看龜山島的樣貌 繼續往前走 前面怎麼有很特別的旗子啊 好多的顏色喔 藍白紅綠黃 這是什麼旗子啊 這裡的風景越來越漂亮了 現在要往上爬坡上去 這邊又有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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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天十公尺的位置就到達了 一線天的路頭了 這裡還到達一線天的路頭了 很特別的位置 現在走樓梯往下 我們進入了一線天裡面 還蠻特別的天然景觀 宜蘭一線天 出來了 出來了 看到海景 這是往回走的樣子 往回走的樣子 我們現在繼續往另外一邊走 这是一线一线旁边的步道 往左走 会到观景台 我们现在去观景台 观景台一直要往上爬 旁边左边有一个大的树木还是石头 好像是石头 这个是一颗往观景天旁边的大石头 一年后一旁边就像石头 一只一只墨 一只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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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龜山岛 不知道 我看過了 沿頂 我們現在往沿頂的方向 這裡非常刺激喔 在岩石旁邊 然後靠著海景 更高的地方 遠看灰山島 超美的看山看海風景處 讓人忍不住想多停留一下 剛好拍攝到火車經過 好唯美的畫面 海上正好有小船要經過 在海邊步到旁邊遠眺龜山島 真是幸福啊 現在往右走 往觀景平台 這邊可以左邊看山 右邊看塔 然後這裡隨時會有火車經過 剛才剛好遇到一台火車經過 還滿漂亮的 這個是一個火車的鐵軌路線 火車剛好在山與海的中間 非常漂亮的地方 海潮公園 看海景邊喝天然的海燕窩 非常好喝喔 喝起來很像黑木耳 非常的健康又好喝 又不會太甜 嗨 我是靈靈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才會收到新的影片通知